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从哭哭啼啼的生活 到月入几万 来自一点一滴不退转 着实中的如意宝珠 欲求福德资料 当多念地藏圣号 送地藏经 供养地藏菩萨 一 以前见到过友谊师兄 属于那种穷得吃不上饭的那种吗 给我留言也是哭哭啼啼 希望我找个高人帮他看看 因为他实在快过不下去了 我那时都是不断地鼓励他念地藏圣号 鼓励他不要间断 他也是很争气 每天万遍地藏圣号 哪怕那一天达不到万遍 也有几千遍 大概过了一两年 他在给我留言时 已经是比较轻松自在了 从几乎身无分文 到每个月收入一万多 基本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另外一位师兄 以前生意失败 便寻高人改运无多少效果 后来每天万遍地藏圣号 很是精进 现在听说他每天几千块 一万块的入账 二 北京一老人 前程礼拜 供养地藏菩萨 菩萨为他严寿三十年 儿子升迁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有位老婆婆 97岁了 一生就拜地藏菩萨 不仅自己身体健康 还开了的小铺子 帮人缝衣服 被套之类的 几个儿女大的都快八十岁了 有一个还是厅级干部 孙子辈几乎各个都很有出息 老太太每天都送地藏经 拜地藏菩萨 送完经 拜完菩萨才吃早点 几十年了 索基福报已经不可思议了 才会加到星龙 寿彼南山 所以 如果你想要获得 地藏菩萨的神庙功德利益 你必须要做到 一点对地藏菩萨 升起不退转的信心 而这坚固的信心 也是你潜在大福报的体现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 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南无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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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摩地藏王菩萨